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怎么能让我心爱的女人没地方吃饭呢 索性我就把这个店弹下来了 不营业了 我是来找人的 你自己看有一个客人吗 我又没说我来找客人 找你 雷丽呢 你是没他电话还是没有微信 我发你 别转运话题 他这几天在哪儿 有没有来你这儿吃饭 他在哪儿吃饭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的萌宠天天在这儿吃饭 那嘴叼的狗啊 连狗粮都不吃 为什么是你喂狗 因为有人不负责任哪 把狗扔在这儿扔着走了 麻烦你把他带走 我天天还要遛狗 我也很累的 我的身份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不就是 他众多的追求者中的一位吗 什么意思 还有谁 这里是我的店 你在这里质问我 我是不是可以报警啊 在你报警之前 我先向你提出警告 以后不能单独跟他见面 更不能用你的餐厅勾引他 腿呢长在他的身上 你不想他来这里 那是你跟他的事情 原则上我是不可能 赶走店里的任何一位客人 少跟我来知道 都是男人 别以为我看不出你在想什么 接近他是不是因为喜欢他 我还想多活几年 你真的堕虑了 欲情故作 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听说你是富二代 有钱 建议你去眼镜店 好好买一副眼镜 或者买一些DHV 好好补补脑 说完请你走吧 我真的要关店了 我今天就没打算跟你打嘴招 文的武的 什么文的武的 这破桌子破椅子也别在意 坏了我呗 来吧 男人的方式 用拳头解决一切 练过 黑带 试试 我忘了 这手受伤还没好 来吧 坐 那都是没素质人的解决方式 来 我们谈谈条件 我这个饭店呢 真的容不下你这尊神 你跟雷里的私事呢 我也不想了解 你不会真的对他没兴趣吧 你脑子再坏下去 你家底再足也制服好了 来吧 请吧 我今天不能空手而归 你还想顺利什么东西走 我听说雷里 三天两头就来你这儿吃饭 是 是 那你这能办卡吗 贵宾宾那种 关于饭店的事 你跟下一任老板谈了 干吗 我都还没揍你 就想跑路啊 没有跑啊 正常的盘店 今天是本店最后一天营业 谢谢你为本店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尾 为什么盘店 那雷里以后去哪儿吃饭 我们这家饭店 又不是为她一个人开的 资金短缺 处理得要很正常啊 那不行 有你这个地方 我还多一个地方能找到它 你缺多少钱我给你 或者是人家出多少钱盘 我给他补 行了 留着你的钱看病吧 我已经买了明天的机票 你如果有空呢 就可以骚扰这里下一任老板 或许他做的饭雷里也爱吃 哥 我保证我提出的条件 你一定不会后悔 这 为什么在这里请吃饭 以后都到这儿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里是我的小宝藏 你这要在哪一处啊 这个叫投其所好 月泽不是要把这个餐厅盘出去吗 然后雷丽又喜欢在这儿吃饭 我怎么能让我心爱的女人 没地方吃饭呢 索性我就把这个店盘下来了 你为了雷丽 现在连餐饮都投资上了 至于月泽这个人呢 我就不信在我眼皮子底下 他能干出什么要额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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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